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跟英雄 就是恋爱的 李宗盛她其实从18岁到45岁中间 其实她的人生有了很大的转折 所以从一个很活泼很有理想的女孩子 变成一个不相信任何人 自我保护的 愤识激素 《雨季》 我觉得雨季给我可能最大的启发就是 因为里面其实像我讲的 到最后大家都是蛮变成悲剧人物的 可是我觉得怎么样 每个人可能在人生里都会有好几个雨季 你怎么去期待雨季之后的那个彩虹 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 然后这也是我们剧里向表达的 这次雨季其实它还是会回去比较流行的唱法 对我的挑战可能就是在于 因为我演的角色是从很年轻到中年 那怎么去找那个音色不同 对那个情感上的不同 不过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无论那个剧情跟人物跟你现实生活有差多远都好 你一定要找到你相同的地方 然后你就那个就变成是你的一个桥鸟 我是饰演张明里 那我从小到大都是跟丽青一起长大的 我是他身边的男人 所以说对对对 其实我在这部戏里面表述它是第三者啦 我在这生活当中就后一路戏到了二十多岁开始 十多岁开始到四十多岁 中间这生活当中我变成了他生活中的男人 其实我蛮喜欢的因为这个角色从我们今年新演到初演 然后这三十年里面 他从一个暮弱胆小或者是怕事 后来比较坚强 他能整个三十年的转变 个性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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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方面也有很大的转变 那那这起伏蛮大的 所以我蛮喜欢这个角色 哦他在我生活当中其实他教了很多东西 包括在工作上或者生活当中 因为而他他其实在我的身边其实 他他他他他又扮演很多的角色 我的好朋友 我的我的 我的甚至是老师我的校长我的长辈 其实在不同的时候他都会用不同的身份来来督促或者是 哎 教训 哈哈哈 对啊 那我觉得无论怎么样他的那种爱之深则之切 呃 他不会发病气 但他他他他每一次自自足迹啦 就每次都有收获 那跟我说的东西最基本的还是回归于工作上的一种态度 呃 你如何把学习中的东西 如何钻研 如何认真的去学习 然后如何实践 找机会实践 那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 对啊 因为我们在剧中逝世眼中英雄的角色 那么他是一个 充满热情的学生领袖 对啊 没有我说 其实对我来说 任何的课程就有充满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排舞我是很喜欢 因為它是一種創造的東西 然後唱歌方面 我覺得 如果是 musical singing 我會特別喜歡 因為它是從一個角色裡面出發 你可以找很多東西來玩 所以有這樣的創造成分在裡面 我是覺得是 我最喜歡的一個東西 發生什麼事 我們都會互相撐著那個 scene 我覺得是一種 You can rely on each other You know, we will not let the scene drop 對, I mean,也是因為 我們自己的 它的 center 都很高 就說 we must make this work 所以我們會 hold住那個 center 我們會 make it work 你知道嗎,就是那種信念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包括 Jeffery 中英雄當初也是跟李星相連 後來就是因為他自己面臨了一個抉擇 就是應該選擇跟李星在一起 活著非常美好的生活 還是為了自己的理想 我們就會去中國的建設心中 我們到最後我們就覺得 你可以還是放下一個私心 所以他會說 反正就是三角鏈 對 對 對 建設主播 大家建設主播 主播 永遠努力 努力 努力 不要放棄 放棄 就類似這樣的一種笑話 我覺得 就很白癡 而且是沒有溝通的情況之下 我們兩個就類似 都選擇了同一個 對 很好笑 為什麼 不要出賣人格 出賣 記得在8月6號到15號 來支持我們的語記音樂劇 好樣的都在這裡 好樣的都在這裡